有網友,《財富論壇》第五集已經上架了 叫我快點去賣股票 今次的嘉賓是我從來沒訪問過的人物 顧子君Debbie 幾千元的薪金,怎麼賣股票 九個人,半個月間我賺了兩倍 是,一開始就停留了 然後輸了 是,一開始就這樣 第一、二節,Debbie分享她加入傳媒之路 做財經主持,監製,有什麼嘉賓事件最難忘呢? 成功的人分享失敗例子都可以找到 但那些徹底失敗的人才會提醒你 哈哈哈哈 內容已經在YouTube上載,免費收看 下半部內容 作為資深財經傳媒人的Debbie 用她的角度 又怎麼看香港投資環境 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和變化 大衰的這個 她一命都徹底失敗 馬上加入財富BB Club收看 多謝支持 《還有,如果這些農業, postal justice,錢基地有年來,來,去年幼兒時、財經1200年》 反正是金融市場面裡 或者是 Idee,你選擇財經1200年 或是你選擇財經1200年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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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們沒有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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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2002年,印度的指數是2828年,那很厲害。 現在印度多少年了? 現在全世界的資金,熱錢,開始到日本。 你可以花了一整個生命去投資, 但投資者不一定會賺錢, 甚至最高市民投資者, 超過80%的投資者也不太贏了。 除非你有很大的信心, 否則是不剩下的。 很多人以為你有想要想要剩下的, 那你兩邊都會賺錢, 但實際上就是你兩邊會有機會輸錢。 下午看完一鳴驚人, 晚上當然是看美股阿焚, 星期一至四晚10點。 美股焚化爐 各位網友大家好, 來到今天9月9日星期一的美股焚化爐。 首先兩個Jungle中間有幾秒的延期, 因為我突然間放空了, 突然間按不切。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美股焚化爐。 星期一的畫面, 聽得清楚嗎? 如果可以的話, 幫忙CLS一下。 上星期五, 我就做了一個直播,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看。 星期五就沒有節目, 沒有這個美股焚化爐節目, 當然有其他節目。 因為星期五打風, 然後我就看到, 那邊說, 很多節目都會取消, 因為港股就沒事了, 所以我刮頭出來, 因為星期五是很密的, 我平時都沒有什麼位置放, 放假, 第一, 我就少在星期五做節目, 第二又少做Live, 那不如就做一做, 亦都令到聯絡財務, 通常呢, 凡是打風這些, 就是我們搶收市的時機, 凡是這些情況, 所以就出出, 可能真的有慣性收市, 我還想著, 我還想著, 網友應該都會受歡迎, 你又打風, 是不是呢, 打風就少一些節目聽, 但是view數是比平時少, OK, 可能大家不知道, 原來突然做了一集Like, 可能我們又少了宣傳渠道, Facebook剛剛開了, 大家也不會很慣常在YouTube看, 那就不要緊了, OK,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就去搜尋美股焚化爐, 上星期五就有一集節目, Patreon的朋友, 即是我的Patreon朋友應該都會知道, 我現在就有一個, 我現在就會做多一件事, 就是我會在兩邊的Patreon, 即是私事工作室, 和財富BB Club的Patreon, 我都會, 我都會教十點鐘, 就會出美股焚化爐的連結, 你就會收到電郵通知, 但是, 其他廣大的, 廣大的網友, 就未必知道了, 唯有你一天可以考慮, 就Like, Facebook, 和追蹤小弟的社交媒體, 現在, 我就有本身的Facebook Page, 有IG, IG和Fresh, 我都有個人和我們Studio工作室的帳戶, 你可以追蹤, 不過, 我又不是說, 很為了Viu做星期五的節目, 主要原因是, 因為, 星期四五六, 我可以的話, 如果沒有敏感期權譜, 我都會想做回集財經節目, 要是放在, 因為Facebook Finance爆了, 我就會放在Patreon那裏, 原因是因為, 累積太多的題目, 如果我星期一, 譬如今天, 都是稱為週末的話題, 星期四, 星期三, 甚至, 星期五,星期四, 甚至星期三, 就累積了, 所以, 上星期五, 其實也有幾多話題, 所以, 大家有興趣, 聽聽吧, 事不宜遲, 快快去說, 上星期五, 就逐跌的, 整個星期, 差不多算是, 美股, 禁這幾年, 很差的一個星期, 看看, 你看這條州線, 多長, 這個就是道指, 道指也好些, 你看納指, 都這樣堆下來的, 堆下來的, 整個美國跌的原因, 我就, 有我的分析, 上星期其實也和大家講了, 因為, 我認為現在有機會是一個, 三, 三封合一, 即龍捲風裡面, 三個龍捲風混在一起, 世界上最大的三個成熟體, 是全部經濟一起炒粉, 包括美國, 包括歐洲, 包括中國, 你看這些資料, 就好像是, 螺旋式的, 扔出來的, 你出完一個美國叉, 又出了一個中國叉, 又出了一個歐洲叉, 又出了一個美國叉, 又出了一個中國叉, 又出了一個輪流來的, 那, 是不是很差呢, 又未到, 但是, 因為現在股市的股值, 是一個不差的經濟股值, 那, 都二十幾倍PE, 對不對, 所以, 調整是很應該的, 那, 最差的情況, 就是去到008年的時候, 如果以債息倒掛來看, 我會準備回到這麼差的情況, 所以大家有所準備, 當時, 是高位跌四成的, 高位跌四成的, 如果你, 用現在道指, 四萬點, 四成, 就是跌跌, 可以跌萬二點的, 但是, 00和08, 就再有些事情爆了, 現在, 是未爆, 有沒有東西可能爆呢, 我心裏面有個可能性, 但是, 就不在這個節目講了, 這個節目就不太講得, 就是這樣, 所以, 大家就要非常之小心, 非常之小心, 不要那麼進取, Trading 也不要那麼進取, 不是說看好看淡片, Trading 我也覺得小心點, 尤其是, 今天Nikey就有一個挺好的例子, 如果你是FOMO這樣沽它的話, FOMO不一定買的, FOMO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怕你錯失良機, FOMO, 即是, 你是想急急腳去買, 即是高追, 以及你急急腳去賭它, 高追的相反, 低賭, 都乃爺, 都乃爺, 待會會講講烈期, 好了, 上星期五, 美股就平均跌1-4-5%, 為什麼呢? 道指只是跌1%, 道指相對就好一點點, S&P跌100點, 拿錯了本財富表的記事報, 第二、第三批陸續寄出, 有興趣申請的, 再講一次, 你就交個郵費, 我們就會寄給你了, 你有什麼特別要求, 畫隻龜, 不要叫我寫一首詩出來, 有什麼特別要求, 你可以盡量都希望滿足到你, 每一本書我都會簽個名, 感謝所有Club友的支持, 好了, 先講一下股市, 道指跌1%, S&P跌1.7%, 納指跌2.7%, 上星期五, 有幾隻科技股達得很金, 包括Tesla, 包括Botcom, 包括ASML, 待會會逐隻講一下, 還有肺半跌5%, 晶片股是達得很金, 有些跟晶片相關的新聞, 待會會講一下, 回到亞洲市場, 港股也是跌2%, 上陣就再跌1%, 上陣都很誇張, 上陣2800保衛戰都很誇張, 還有2700保衛戰, 接下來就會, 上陣看看, 這裡, 哇, 這樣衝下去, OK, 接著, 日本稍後再講, 台股最後埋單跌1.3%, 都跌200多點, 去到21000, 印度就最強橫, 印度還要升, 還要升幾百點, OK, 列基最後埋單跌176點, 待會再講一下, 講一下不同的資產, 十年債息三離七半, 正式不倒掛, 不倒掛得很厲害, 跟兩年比, 兩年是三離七, 十年是三離七半, 整條Yield Curve給大家看看, Investing.com有得看的, 有得看, 容易看一點的, 你去找, Bonds, 跟著, Tresure Yields, 這裡, 按進去, 它就會放一條Yield Curve給大家看, 這裡, 看不見, 這裡就好, 這裡就真的體現, Yield Curve的倒掛情況, 一年前是這條, 是不是好倒? 倒掛意思, 就是長期低過短期, 正常情況, 長期是要高過短期的, 為什麼? 因為越長遠, 理論上風險越高, 你的風險的日價應該越大, 比如說我借錢給你, 我借錢給你, 不不不, 我問你借錢, 我問你借錢, 你charge我三個月, 你的息會高一些, 還是charge我三年的息會高一些, 正常應該三年的, 是不是這麼遠? 但是你看到, 美國是倒掛了兩年, 就是說長期的債息是低過短期的, 終於去到修正了, 這是一個月前, 這個是去到現在的情況, 你看到十年, 我不要打招呼, 阻礙著, 兩年, 三年, 五年, 七年, 全部低過十年, 這些東西變得很快, 這些東西變得很快, 這樣代表什麼呢? 正式開始減息, 正式開始減息, 過往二十年裡面, 正式開始減息, 經濟開始衰退或者放緩, 對上兩次, 比較像樣的兩年十年倒掛, 咬回後, 都會來一個很金的衰退, 這次和之前, 有少許不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次成功將通脹叫做由高位按下來了, 就算沒有衰退, 聽著因果關係, 就算沒有衰退, 它都要減息, OK? 但是減息, 不代表只是因為沒有衰退, 聽到很複雜, 不要像顧弄懸虛一樣, 也不是什麼大道理, 就是說, 它可以是因為衰退, 也可以不是因為衰退, 那經濟會不會衰退呢? 那怎麼知道呢? 看看你, 你也殺到賣身再算吧, 但我們要準備, 可能會有衰退, 我們要這樣做準備, 那繼續講講其他資產, 十年債息就去到三年七幾, 美金又上了一些, 正如之前, 也說過有這樣的可能性, 為什麼對面還差? 日圓144, 那繼續日圓越來越, 越來越有條件去繼續升下去,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成熟經濟體系, 是會加息的, 你不要理會加多少, 你不要理會多久才加, 總之它就進入了加息週期, 那個週期可以很長, 是不是? 十年, 每次加0.1, 都是加息週期, 就是加息週期, 那接下來, Bitcoin, 上上落落, 沒什麼特別, 最近沒什麼人特別講Bitcoin, Bitcoin的波動率, 是NVIDIA的一半, 當然NVIDIA特別瘋一點, 但你看到Bitcoin和Crypto這兩隻, 波動性是比起之前慢慢收窄的, 我覺得是非常歡迎這件事, 好, 衰退的陰霾之下, 油就繼續跌了, 跌了68, 天氣又不算跌很多, 天氣又不算跌很多, 然後黃金, 黃金沒什麼特別, 都算是偏強的資產, OK, 大致上是這樣, 好, 逐樣講一下, 上星期五, 出了一個Nan Farm, Nan Farm, 我本來跟大家講過, Nan Farm這次是本來預好過上次的, 失業率都會好過上次, 有個原因就是因為那個風球, 六七月美國有個大風球, 影響十九幾萬人, 風球過了之後, 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都差過預期, 這個差過預期, 我認為意義不大, 新增職位十四萬二, 當然高的前值, 預期是十六萬, 說真的, 差過一萬多人, 是不是, 有多大分別, 美國就業人數, 一億多, 美國的勞動市場, 一億六左右, 一億多人, 一億多人, 差過一萬多人, 那算是什麼, 是不是, 所以, 不是很關於數據的事, 不過, 數據是繼續確認經濟放緩, 這個也是, 大的背景都是說, 三個經濟一起炒粉,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認為市場, 會慢慢的優惠, 所以, 難販出了一個, 不是太差, 失業率還要下跌, 失業率由4.3到4.2, 看到上一次八月頭, 失業率由4.1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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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到天分地倒, 而現在4.3到4.1, 你不升, 也沒有理由跌, 是不是, 就做就繼續跌, 就是繼續跌, 好,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沒有第二件事, 有, 有,有, 整班官員都有出來說話, 包括財長耶倫, 耶倫說流動市場沒有太大問題, 沒有人管他, 第二就是, 斯格拉茲, 這個經濟學家, 就認為聯儲局要快點減息, 還有, Christopher Waller就說是時候減息, 我看這個報道, 就說Fat Watch去到5.5波,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這裏就還沒更新, 我看這個Fat Watch那個, 看看現在更新了還沒有, 有可能因為還沒開市, 即美國辦公室還沒開, 我看這裏還是75%認為是減0.25, 但我看報道就說應該要去到5.5波, 都沒什麼所謂, 總之你也猜不到, 總之就是猜不到, 究竟九月, 雖然還有一個星期, 還要看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還有CPI, PPI, 不知道, CPI猜2.6, 如果2.6的話, 還未至於急減0.5, 不特別猜了, 看看事情如何演變, 市場突然間, 就好像8月一樣, 8月突然急插1,000點, 市場就覺得要減0.5, 所以, 這件事就不理會了, 好, 接著, 首先說了全球經濟炒粉, 歐洲就出了一個舊的數據, 就是GDP按季只是微升0.2%, 這個星期, 是歐元, 歐央央行儀式, 大家覺得它是很有機會減少的, OK, 所以歐元慢慢再滑下來, 這就是之前所說的情況, 歐洲經濟, 就算你不是差很多, 都不會特別好過美國, 美國之前的美金跌下去, 是因為它減少空間比歐洲, 它坐著五離式, 但這個是有好有不好的, 所有東西有正反兩邊, 不好的, 它還可以減得多過你, 好的, 子彈多過你, 在經濟衰退的時候, 減息是其中一個非子彈, 不一定能幫助, 但會舒緩一點, 即是你要生病的話, 其實是吃止痛劑, 你生病,吃止痛劑, 不會幫你好復, 最後都要靠自己的抵抗力, 這個比喻不錯, 賺一賺自己, 但是你沒有那麼痛, 你沒有那麼痛, 那你的身體是不是有機會休息得好一點, 那你就可以復原得快一點, 美國的經濟要復原要反彈, 你問我一定比歐洲快, 一定比英國快, 所以長遠上看, 美金又未至於大跌, 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 中國就說了兩句, 我上星期五說了, 就是, 是不是逆光, 就竟然說中國要面臨, 要快點解決那個通縮的憂慮, 或者是要解決那個GDP deflator, 負數的問題, 喂, 今天這些資料出道, 就完全是支持他的說法, CPI0.6%, PPI繼續跌, 也不知道跌到幾個月了, 所以你看到幾大經濟體一起放緩, 而這個放緩是會互相影響的, 譬如美國差, 是會搞到歐洲都差的, 是吧, 美國差, 當然是連中國都會差, 為什麼? 美國是最大買家, 就算不是第一大還是第二大, 不是第二大還是第三大, 就是中國和歐洲, 所以中國, 不是, 美國和歐洲, 美國和歐洲, 美國是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最大入口商, 如果經濟放緩, 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是吧, 差在程度分別, 現在美國是盡快的, 在我看法裏面, 這對中國有沒有影響呢? 我這裏只能給大家一個問號, 我這裏一定會說, 當然沒問題, 怕你, 我當然要這樣說, 歐洲當然有影響, 而中國一定會影響歐洲, 歐洲也會影響美國, 所以第一個情況就是三變, 都很困難, 而三變的問題, 也會影響對面的問題, 變成一個更大的問題, 這就是之前所說的, 你看到資料全部都是確認這件事, 但是不是代表很差呢? 是不是插爆它呢? 那絕對不是,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你用回08年的經驗, 它可以減息之後, 三個月之後才跌, 如果你FOMO這樣插爆它, 我不知道, 我祝你好運了, 譬如看尼基, 今天的尼基也是神奇的尼基, 先按尼基, 你看到最後的點數就沒什麼, 只要跌百多點, 不是跌二百多點, 我看看尼基, 可以這個, 先按尼基, 好了, 跌176點, 0.5%, 你以為沒什麼特別, 它最低是跌, 今天的低落, 是35,200, 上星期五是收36,400, 跌接近1,200點, 你以為天崩地塌, 我插爆它, 它夾回1,000點上來, 我就不太找到什麼原因, 那我就搜尋一下報道, 我比較找到一篇, 是Reuters的, 挺有趣的, OK? Reuters這個報道就是, 發現亞洲有些基金, 是在日本開檔的, 多了是開一些投日本的資金, 即是投資日本的一些概念的基金, 它是有名字的, 亞洲的基金金, 大約有4,000億美金的資產, 大約, 那對上, 由於某一個區的表現, 有很多就解禁了, 但同一時間, 竟然是有超過10個, 是開波的, 主要是Focus在日本, Focus在日本, 大約第三、 第四季, 會再多五個, 日本Focus的基金, 這樣說, 其中, 有一個挺有趣的, 被他搜尋到, 是叫做, Octus Ray Partners, Octus, A-C-T-O-S, Octus Ray Partners, 是香港的東西, 是新地旗下的, 挺有趣的, 竟然有這樣的東西, 附屬公司, 他有大約五、六億資金左右, 根據消息人士, 就是他找到的資訊, OK, 就找到這個, Octus, 接下來會發展, 這些是公開資訊, 不能說謊, 就會標籤一億的基金, 放到日本那裡, 還有一些日本基金, 不特別說, 如果是這樣的原因的話, 那我就理解到, 其實也挺壞的, 美國就衰退, 美國這樣一跌, 全部都衰退, 歐洲衰退, 接下來就衰退, 一開始這樣跌一千點, 正常都不會買, 正常都不會買, 你先看好一點, 誰買呢? 這些不會是國家隊, OK, 這樣買回來, 如果你說是新的Hedge Fund, 他預計了把錢放進去, 那我就理解了, 不代表說, 我建議大家現在買, OK, 不是, 只不過就是說, 我要解釋回, 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會有人 一千點買回來呢? 那如果是因為有些資金入市的話, 他看長線的話, 那我也可以理解這件事, 日本出現過這麼有趣的情況, 我認為也會, 有可能是接下來的情況, 就會發到七彩, OK, 然後, 日本的數據是一般的, 剛剛出了GDP, 最後收定第二季2.9%, 向下跌了0.2%, 消費是最後向下收定一點, 就是0.9%, 消費增長0.9%, 日本消費是佔整個GDP一半左右, 但是他今次的消費增長, 只是GDP增長的三分之一, 因為GDP2.9%, 他只有0.9%, 這個是不夠理想的, 那就加油了, 花多點錢, 麻煩你, 日本人花多點錢, 加一加, OK, 加一加, 接著, 上星期, 令到晶片股大塌, 就是一隻, 不斷說, 只要付不到錢, OK, 稍後再交, 就是ASML, ASML跌5%, 很多新聞, 很多新聞的ASML, 讓我調高一點點, OK, 你等我等, 好像大家這樣看不到那個, 看不到的Header, 這樣吧,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呢, 稍後再縮小一點點, 嘩, 放得這麼大, 嘩, 這樣吧, 隨便吧, OK, 放大一點, OK, 這樣吧, 看不到這幅圖, 隨便吧, 你也知道, 這個ASML, 上星期有幾宗消息, 簡單來說, 就是繼續打科技戰, 繼之前有報導過, DUV不幫你中國維修之後, 直接不賣給你, 上星期, 就出了一個新聞, 荷蘭將會管制DUV出口, 現在就不是連EUV, 是連DUV, 有網友, 簡單來說, DUV就是光刻機, 就是用來做晶片的, OK, 它基本上支援到7納米, 7納米以上的話, 你強行用DUV, 都不是不行, 就好像中心上一回合, 上一回合, 現在他用什麼技術, 我不知道, 可能他已經自創了EUV, 或者有些重勁, 不用用光刻機, 我不知道, 上一回合, 都機可肯定, 就是Ramondo來的時候, 他是用DUV多重曝光的, 這個技術是台積電17年左右發明的, 當時, 所以, 梁孟重適用這些技術, 就一點都不奇怪, DUV多重曝光, 但是你要再上去3納米, 2納米, 基本上用DUV, 量率就會低, 馬道明德就要用EUV, EUV其實已經是幾年前, 出到來的儀器, 之前就說要禁你的EUV, 所以為什麼中心做7納米, 用DUV多重曝光, 現在就連DUV都會禁你, 這樣, 我就看著ASML的變化, 在我解釋, 為什麼現在荷蘭又會肯制, 讓你美國人去騎劫呢? 夠了數, 都爆了單, 兩年都不用優點單, 是吧? 我又奇怪的, 因為, 中國雖然佔ASML, 可能兩三成, 也不太多, 我也覺得EUV, 只是世界兩三大巨頭, 都跟你掃光了, 但畢竟, 中國也是一盤生意, 對於ASML來說,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明白了, 我看近期的新聞, 現在最厲害的, 就叫High NAEUE, NA就叫Numerical Apache, 再說一次, 我不是科技人, 我只能用我自己粗淺的理解, 如果有錯的話, 歡迎糾正, Numerical Apache, 是解光圈, 因為我不理解, 什麼叫做數碼, 他類似說, 光圈的數值, 我少少拍過照片, 我理解, 光圈就越大, 越吸收得多資訊, 我只能夠這樣理解, 就是厲害一點, OK? 他一個叫, 大NA的EUV, 就是厲害一點的EUV, 這個厲害一點的EUV, 有媒體報道, 有些客人覺得很貴, 分析媒體界覺得很貴, 然後他那個副總裁, 就在一個場合跟我說, 你就嫌貴, 全部客人都要下訂, 沒有辦法, OK? 這個解釋不到, 為什麼, 要不要憂慮, 他沒有了中國的單, 因為DUV都不能賣, DUV都不是不重要的, 中國賣很多的, OK?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我看這個, high-end AEUV的歷史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的, 順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EUV的小小歷史故事, 當初, 光刻機的初代技術, 是誰擁有呢? 是美國的, 美國在八九十年代, 經而大力發展光刻機技術, 而ASML是什麼時候彈出來呢? 正正是八十年代尾, 就是可惡的美帝打壓日本的時候, 日本在八十年代前, 是全世界壟斷半導體技術, 差不多佔一半, 十大半導體公司, 十支有五, 是日本公司, 當時美國很可惡, 打緊它, 打到散了, 連幾招齊出, 當時誠勢而起, 兩間公司, 一間台積電, 一間ASML, 所以沒有了美國打日本, 其實台積電和ASML, 有沒有這樣的土壤, 都未可知, 但是現在繼續發展, 美國幫助ASML, 因為它要打壓日本, 到後期成功了, ASML成功做了光刻機, 美國嫌貴, 美國人嫌貴, Intel是不買的, 很奇妙的, 因為ASML後期發展起來, 它有三大投資者, 正正就是Intel, 台積電和Samsung, 三間都有份投資, 當然, 我們重要的, Intel曾經是最大的投資者, 但是當ASML做出來時, 它不買, 它嫌貴, 正正是那時開始, 台積電拋離Intel, Samsung也拋離Intel, 就是靠EUV, Intel現在, 這個叫做什麼, 就痛定思痛了, 這一代新的High NA EUV, Intel是第一個買家, 將會在2025年, 就會付諸實行, 台積電反而不急, 因為INAUV, 最高支撐到兩納米, 兩納米, 我又明白, 台積電為什麼不急, 現在三納米, 五納米都做到爆了, 兩納米的技術是有的, 但未需要量產, Intel就是彎道超車, 你連五納米都未完成, 三納米, 兩納米, 你這麼快, 即是, 有什麼比喻呢? 有什麼比喻呢? 突然想到一些比喻, 例如我要學酒, 我要學酒, 我找一些入門酒, 好像格陸加拿酒, 大家想試一下, 有很多網友問, 我上個星期推介那兩隻格陸加拿酒, 因為翻了課, 全部都未回覆, 稍等我, 還有91660926的訊息, 那部機器我有少少技術問題, 等我一會兒, 所有關於酒的回覆, 稍等, 我今個星期會回覆大家, 試一下, 當然要喝一些入門酒, 你不會一來喝幾千元的酒, 類似這樣的意思, Intel自己要露衝, 這是你的事, 台積電好像會是兩三年後, 才會等那架High NAEUV, 到時應該量產兩納米, 我這個故事是挺有趣的, 但我有些什麼可以大家看到, 就是EUV是這麼重要的技術, 是Samsung, 台積電和Intel的共同投資, 你中國現在, 現在就要怕了你中國, 就怕你中國, 不受你玩了, 你自己搞定它了, 那行不行呢? 即是有沒有辦法自己去拿到技術呢? 自己研發到技術呢? EUV是一個全世界最頂尖 不同國家的專利合作而成的, 那你中國有沒有自己一次過自己搞定呢? 那就不知道了, 那我們繼續觀察, 當然絕對不會看死, 不過這樣, 講起這個中國技術, 我跳跳去講Apple, 那Apple明天就秋季加連華, 那就出新機這樣, 那我看那些事前的期待, 都是那些東西, 鏡頭又搬到別處, 接著按鈕又搬到別處, 那我想比較有意義的就是, Siri是不是會支持AI, 但是, 如果是的話, 其實都挺, 或者如果它能夠幫助, 即是, Embed得好一點, 那些GDP的話, 那這個也是一個賣點來的, 也是一個賣點來的, 那華為同日出新機, OK, 出一個三接式, 那我認為, 華為真的有辦法, 真的聰明, 我當然不跟你鬥硬碰硬, 現在沒有人跟你講晶片, 我講設計, 我三接式, 你理得我是否大, 是否厚, 是否方便, 是否厲害, 總之我和你不同, Product Defensation, 我也是聰明, 果然有些了道, 還有, 正常沒有手機, 會9月和Apple硬碰, 但是華為不同, 它要賣外國的, 那部機器很貴, 兩皮的一部機, 但是這樣說, 中國雖然說消費降級, 有錢人還是很多, 而很多有錢的人, 他可能是有外國背景的, 他無論在公在私, 是否有錢的人, 買一部肆意, 我多支持國貨這樣, 華為這招很聰明, 未必能幫到一條大數, 但是你先升奪人, 拿個勢, 又不和你鬥硬, 你只有我用什麼晶片, 總之我用三接式, 你又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很聰明, 最後這條數, 賺不賺錢, 沒有所謂, 華為又不上市, 你又不知道賺不賺錢, 好, 我們回頭, 講回ASML的晶片, 原來Intel也大幅去買, 那當然不休做了, ASML, 而且我對於是否禁DUV半信半疑, 因為我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他將註冊的權, 丟到海牙法庭, 不知道海牙什麼, 直到我看到的消息, 就是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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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商務部, 表示嚴重不滿, 我知道了, 真的禁DUV, 而且這件事真的嚴重, 真的嚴重, 當你沒有DUV, 你怎麼搞呢? 我扯開一點點, 有一件事我認為香港的朋友, 極度要認真看待, 就是美國更新對香港的營商警示, 牽涉五個部門, 本來是四個, 之前有一次, 類似的警告是四個部門, 包括國務院當然, 商務部, 國土安全部, 還有財政部, 加上農業部, 當然了, 我認為是有底氣, 怕你, 對不對? 關於首先那件什麼事呢? 其中有提及到, 就是說, 中俄都會越來越用第三國, 或者俄羅斯, 用第三個國家, 去入口軍工用品, 譬如, 還有呢? 就是, 他又說, 不要管是不是香港, 任何國家, 小心成為中國一些, 美國認為非法用品, 或者分泰尼, 或者和半導體製造設備限制, 的一些, 相關的產品, 簡單來說, 就是說, 中國現在禁制你, DUV, 驚香港行不行呢? 他就警告你, 你不要亂來, 我相信, 我相信香港政府當然是依法辦事, 但是, 我不知道中國要不要, 這個真的很小心, 這個真的很小心, 現在美國人不是跟你客氣, 可能會發窮惡, 看到中國這麼強大, 大家小心點, 而同一時間, 貿易戰又繼續打, 中國商務部的國際貿易代表和副部長, 和美國的商務副部長, 原來天津開了一個中美商務工作會議, 他們是定期開的, 其中中方說反對美國以產能過程為藉口, 實施一些貿易限制措施, 就是這樣的, 所謂的就是, 美國對於301關稅等等做了一個調查, 美國產能過程的結果, 原因是你補貼, 補貼對於美國來講, 對於美帝來講, 是一個non-market practice的藉口, 所以, 當然我們現在是強烈反對, 但是如果美國, 橫橫起上來, 你吹他不仗, 為什麼? 他買你的東西, 不是他賣東西給你, 他買你的東西, 我要加關稅, 你真的吹他不仗, 是不是? 吹他不仗, 這個呢, 由科技, 貿易, 金融, 三個戰線, 完全是互相緊連的, 大家就關係, 而這件事, 當然會影響股市的氣氛, 我認為, 即使美股也會影響, 即使美股也會影響, 好, 接著, 講一下一些個別股的新聞, 上星期五, 和S&P換馬, 其中有兩入兩出, 最後入, 第一隻就是丟, 兩隻我都覺得很合理, 這個就是為什麼別人的指數, 可以幾十年裡面, 即是歷久不衰, 跌了這麼多, 即是接近長勝將軍, 為什麼巴菲特說, 如果你們這些散活不如, 就不斷購買S&P就算了, 因為, 別人是會把爛蘋果扔出去, 即是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比較, 我認為這方面是沒有人反對, 我認為整個台都沒有人, 無論你什麼, 怎麼看的後市, 你都不反對, 就是, 恒指這樣去, 納入成份股, 是真的限制了恒指的升幅, 50隻加粒, 80隻, 你可加再加機制, 不是可加可減, 人家保持500, 我叫S&P500, 就是S&P500, 加一隻, 減一隻, 你不斷把太弱流強, 你就可以保持到指數的質數, 也有很多垃圾的S&P, 譬如Intel就是垃圾, 不, Intel踢走未, 我也不知道, Intel的波音那些垃圾, 踢走未, 更健康, 稍後再講這兩隻, 先講講Dell, Dell本來是一隻很平穩的股票, 硬件官方特別, 但這幾年, AI吃到浪潮, 他就買伺服器, 他跟SMCI做同一件事, 如果你是認同SMCI的概念, 你不如就炒Dell, 他也是幫NVIDIA做伺服器, 他就穩陣, 再穩陣一點, 我認為技術是再高一點, 你何以見得呢? 你看看他的Net Profit Margin就知道了, 好, 我們看看他的順利增長, 他對上這三年之前不是很特別, 去到這三年開始慢慢來, 這年直接發瘋了, 今年直接發瘋了, 你看看他的順利, 按年增長, 連續四季就不是浮潤的了, 這四季, 增長三倍, 增長九成, 增長六成, 增長八成, 除非你認為之後就死了, 但是我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AI會繼續發展, 半導體也會繼續發展, 好, 接著Net Profit Margin, 他賺90億, Dell不是90億, 250億裡面他賺8億, 先按一下Net Profit Margin, 先按一下, OK,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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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Net Profit Margin又不算很特別, 這個我要收回, 我應該認錯了另一隻Sales Force, Net Profit Margin不算很特別, 不過, 順利增長很厲害, 順利增長很厲害, 所以, 你要入入S&P成份股的話, 你要連續四季有盈利, 他這樣增長, 我覺得實在很厲害, 所以, Dell進入了一隻, 第二就是CRM, 不是CRM, 是一隻, Palantia, 說錯了, Palantia, Palantia代替了一隻美國航空, 很合理, 我看看, 這隻是我最討厭的股票, Palantia, 有幾隻很討厭的股票, 如果股市真的大調整, 我最討厭的股票, 一隻就是ASML, 一隻就是Netflix, 一直都賣不回來, 嘩, 厲害到這樣, 我們又去看看, 對上四季業績, OK, 之前都是賺很少的, 看著它又是轉規為盈, 之前是虧了億多, 然後賺三千萬, 七千萬, 然後賺一千萬, 二千萬, 七千萬, 九千萬, 一億, 億三, 相當英俊, 這就是S&P的情況, 進入成份股, 好, 講一下個別股, 就先撈亂了, 我說Netflix Profile Margin不錯, 那是CRM, 不好意思, 它連跌七八天, 都轉跌得挺金, 但我覺得純粹是股值的問題, 它是有少少AI炒過籠, 公司本質是不錯, 這隻Netflix Profile Margin是十幾個巴仙, 我撈亂了, 它是十幾個巴仙, 而它純粹增長在上季, 上季, 上季純粹增長有十三個巴仙, 再加Netflix Profile Margin是十幾個巴仙, 你說它十五倍PE以上, 十五倍PE都絕對合理, 到二十幾倍, 其實我都是炒過了, 這間公司又不是很大的問題, 講一下這隻, AVGO, Botcom, Botcom跌一成, 出了業績, 嚇死人了, OK這樣, 它出了業績, 首先它收入大升四十七個巴仙, 不過不是它自己特別厲害, 就是因為收購做VMware, VMware在基礎, 它有兩款, 即Botcom的業務, 一邊是Solution, 一邊是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裡面, 有接近一半是VMware, 所以它收購了之後, 令到它收入大增, 另外它AI也不錯, 其實Botcom的AI, 和AI相關的服務產品, 就是三十億左右, 一百幾十億裡面佔三十億, AI是升了一倍, 所以AI的產業是繼續增長中, 我認為這個是繼續發展的, 但是因為對下一季的收入, 又是預期, 就比想像中低於預期, 好, 你看回那本數, OK, Year on year, 收入升四成, 不過它有個嚴重之處, 就是它的Net Income, 它的數字是輸的, 所以它實在太貴了, 又是關於AI的事, 即是AI令到它收入增加, 但是順利沒有, 跟不上它, 那就升, 就是PE去到28倍, 那就太貴了, 又是, 那麼突然間, 那些錢一扔, program trade一堆, 就升了, 就跌倒了, 那本身它的CEO, 它那個CEO是哪個, 陳福楊, 對,陳福楊, 就說, 認為半導體的下行週期, 就應該是足底, 慢慢就會升, 我也不知道怎麼算下行週期, 半導體這樣, 不要緊, Anyway, 這個是, 在上星期五這樣的氣氛之下, 你就不幸運了, 出了份業績, 其實又不是太差, 但是對下去, 就是這樣, 好, 跟著, 就說一下, 啊, 剛才說過, 說了另一種, 把鬼的東西, 就是波音, 波音, 有這樣的消息, 那就是, 原來還在談罷工, 波音, 談好了數, 談好了數, 所以為什麼股價就升5%, 就是因為不用罷工, 但是這個談好數, 是有成本的, 那罷工當然是談家人工, 是不是, 那波音的工會就叫IAM, 就要求, 加四成, 那當然是開天殺價, 現在就落地還錢, 就四年之內, 加薪25%, 哇, 好驚人, 四年之內加25%, 我當你除回四, 都每年加6%, 哪有可能, 那波音, 我又不覺得家人工會, 可能你服務好了, 我又不覺得客人一定多了, 那所以呢, 我今晚就, 開一個put, 試試他, 我之前開的put, 就一般, 必須承認, 那我就覺得, 喂, 不要了, 就找一隻波音, 對對他, 之前我怕波, 因為波音很瘋的, 他大上大落, 是不是, 一百元, 他升上二百多, 但我看到這宗消息, 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對對他, 對這個效果告訴大家, 好了, 接近五十分鐘, 今集差不多了, 還有少少問題, 本來上星期有三條問題, 我留到, 明天再回覆大家, 包括問題, 有網友問VIX, 有網友問債券ETF, 有網友問長短債, 我明天再回覆大家, 好嗎? 好, 今天看看現在的市況, 尾期就彈了一些, 道指升二百六十幾點, S&P彈了四十點, 納指彈了八幾點, 今天沒有什麼特別數據, 純粹炒氣氛, 看看今晚的氣氛是怎樣的, OK, 感謝各位網友支持, 明晚十點鐘, 美國焚發爐狀況, 大家見面了, 繼續, 有什麼問題, 意見的話, 歡迎留言, 我會在焚發爐信箱那裡, 希望跟大家分享, 也感謝支持, 當然, 今個星期除了會出BB班補給課堂之外, 財富論壇第八集, 肯定今個星期就會推出, 上星期第七集就是, KC博士, 第六集就是方圓, 第五集就是Debbie古老闆, 你一經加入, 之前的財富論壇, 全都可以收汗了, 感謝支持, 各位晚安, 明早民感到, 明早民感到, 十點鐘再和大家見面, Thank you, 拜拜, 財富論壇, 第六集的超級無敵嘉賓, 就是厲害了, 這麼多嘉賓裡面, 我全部都是視像錄, 你呢, 我竟然能夠親身可以訪問到你, 實在太厲害了, 沒錯, 就是羅家聰博士KC, 很久沒有見面, 你是真人, 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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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幅度呢, 幅度可以再跌多幾個呢, 有沒有10%? 可能是指的, 科技那些會多一點, 當時是一鳴驚人的, OK, 但是跟著之後呢, 一鳴驚人是元老, 對, 你也是很酷, 覺得你真的是一鳴驚人, 覺得你是很酷, 又不是很酷的, 你是很酷的, 你電視上很酷的, 我說話上比較精簡, 現在是很酷的, 你看到他打完老子花這個, 以前不是這樣的, 要改他, 他不肯, 後來就說服了很多年, 其實這個又多謝警長, 警長感, 最終真的, 後來他覺得這套是好的, OK, 受過誘惑就是, 不如我自己炒, 我懂Research, 我懂Econ, 都是那些理論而已, 是不是? 我不是一個適合炒的, 你說我離開銀行當時, 不用找的, 因為離開銀行當時, 都知道香港是這樣的壞款, 那你當時, 部署就打算離開? 其實我還未離開之前, 那幾年已經很清楚發展了, 有些人覺得很敏感, 例如理財, 有很多人是不想說的, 自己有多少錢, 當然不會告訴你 對…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